全台疫情狂燒 直播官陳時中大爆料 副署長羅一鈞 有天深夜臨時跟他請假 原因是這種 他要請個假 他說怎麼樣 他說他在回去洗衣服 洗衣服已經很久都沒洗 我像這樣 白色有約了 還要流浪 陳時中故事講得 連馬賽都快掉下來 還說羅一鈞再不回去洗衣服 已經完全沒衣服可以換 我想請大家 不用特別聚焦於我本身 陳時中說羅一鈞 連晚上洗衣服的時間都沒有 但網友先出 陳時中最近晚上去參加 小英之友會 還為選舉去拜訪民進黨高層 甚至傳出六月就想參選 網友狂轟陳時中別跑選舉了 讓一鈞回家洗衣服了 下屬沒空洗衣 長官有空參加小英之友會哭 王毕勝上班 還有空去找親密女友 羅一鈞衣服都沒時間洗了 笑死人 就民進黨 包括我們中央疫情中心 這些人都是很會表演 就說他們都忙 中央疫情中心都報到半夜 都怎麼樣 結果王毕勝被媒體拍到多次 去優惠去跟小生會變 還生了小女兒 現在又如髮炮製 要開始來 複製一個羅一鈞的神話 還有網友狂酸 這沒洗衣服的故事很噁心 每次疫情出包就開始造神 尤其這故事 從陳時中口中說出來 格外諷刺 陳時中半夜沒有辦法回家 只能睡在沙發上 可是卻有時間去唱歌 洗衣服可以成為請假的理由 抱歉不要再跟我造神 沒洗衣服的故事 讓不少人聽到傻掉 民眾想問 指揮官說故事造神的時間 不如去查一查 一頭拉骨不明感染鏈的源頭 到底在哪 記得楊潮 李宜璇 台北報導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